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爱丽丝的频道 今次又过来珠海拱北这一边 这一次就不是去饮饮食食 而是要去做一些定期都要做的事 就是去洗牙 对上一次洗牙已经差不多有成年时间了 顺便看看有没有注牙的问题 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就一次处理完它 在拱北口岸出来后靠左边过马路 又或者经地下商场走回到地面都可以 一直沿着迎宾南路 过眼前这一条那么漂亮的天桥 由关口走过来大概10分钟 便会到今次的目的地 过了天桥 对面看到的是迎宾百货广场 那就大概可以知道 今次要去的口康诊所在哪一个位置 其实今次洗牙都有提前预约 因为walk in 多数都是没位 维港口康诊所在中建商业大厦的15楼 那我现在上去了 那为什么今次会在珠海和选择这一间呢 因为爱丽丝一直都有收到一些观众朋友的留言 希望我可以介绍一下珠海的口康诊所 但是都要等到我真的有需要 我才可以去和大家去分享的嘛 是不是 决定选择这一间之前 我都做了少少资料搜集的 之后再慢慢筛选出来 上到来15楼了 一开车门就可以看到口康诊所的门口 那进去报道了先 进到来第一件事是需要穿鞋套和消毒雙手 在诊所穿鞋套这个体验我也是第一次 通常都是去看楼才要的 证明他们都很注重卫生 之后就进来休息区等一会 姑娘一会就进来做登记 那又挺好的 不用在门口站在这登记 就是填这一张表 姑娘问你答就可以了 第一次来这边 是啊是啊 好的 那有没有带会养症 帮你挂个号啊 有带啊 好 麻烦你出试一下 好 好 好 那些牙齿在哪里不舒服 呃 要洗牙 因为一年 一年没洗过牙了 而且应该有 有些牙绝了 应该要补的 想看看 想查一下 好明白 是 有没有痛呢 那些绝牙的牙齿有没有痛 有一种好像 是通是不通 明白 好 这个回报给你 登记完之后呢 已经有几个客人一起在那里登记 这个休息室都几舒服 不用说好像排排坐那样 那么紧张 趁着没到我呢 就周围去看看 周围都挂了很多 奖状 和证书 还有呢 是一些合作伙伴的机构 还有一些香港artist的相片 那刚才说过了 我最后选了这一间呢 是因为呢 我留意到品牌呢 是属于香港大型医疗集团 身边都有朋友呢 是来这里看 所以都有信心 在他们的官网呢 看到是2008年的时候创立 而且在网页都可以清楚看到价目表 那就不用怕猜猜一下了 入到去官网之后呢 其中一栏是收费标准 在看之前都可以参考一下价钱 由洗牙补牙 补牙 根管治疗 到中牙等等呢 都可以很清晰看到价钱是多少 口康检查和做全口CT是免费的 我会将官网条link放回资讯栏 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 另外呢 他们的医生之力都很好 是博士和碩士 在香港除了办公室之外 其他分院呢 包括在珠海、羅湖、福田等等都有 这本书仔都很好啊 里面有齐了每个项目的注意事項 適合自己的就在手机上打开来看 现在到我进去照全口的CT scan啦 姑娘呢 便会帮忙穿好保护衣 设置好相机之后 姑娘便会离开房间的啦 在 scan 的过程 亦都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 只要你乖乖地站定 儀器就会自己转 直至到 scan 完成就可以离开了 整个过程大概是一分钟左右 之后便进去诊室了 哇好大好干净啊 首先呢 就坐上去给医生检查一下牙齿 医生就很细心地检查一下 整个口腔之后呢 就回到电脑呢 跟医生一起看一下 刚才的CT scan啦 主要都是看一下 注了那些牙齿啦 看到呢 我有两只注牙 需要去补回它啦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本身我只是约了洗牙 那今次呢 只可以补一只啦 姑娘呢就问一些 和身体有关的问题啦 那问完之后呢 在同意书后面 簽个名呢 那就可以啦 补牙方面呢 选了比较好的材料啦 价钱呢是480元 那姑娘呢都会很清晰地说多次呢 你是补哪只牙 左边下边最后一只 哦 那个智慧刺饼 是智慧刺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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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开始洗牙了 那医生呢 就会用仪器 去照着那些牙齿的 客人呢呢 就可以在前面的 螢光幕那里看回 讲解回呢 今次要处理的问题呢 是些什么 螢光幕左边幅图呢 就看到牙上面那些牙石 那等一会就会洗干净啦 而另外那一张呢 就是要补回下面最后一只大牙 那这一只牙呢 就不需要倒牙筋的 洗牙的过程呢 是医生和姑娘一起去处理 那至于洗牙的时间 我想是看回你牙齿的状况是怎样 每个人呢所需要的时间呢 都不同 那我在整个洗牙过程呢 都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也都没有说牙壁的情况 但是如果是真的遇到不舒服的话呢 记得要抵起左手 示意说给医生知道的 洗完牙之后呢 医生已经帮我补一只大牙 那紧张就一定有的了 有谁看牙会不紧张啊 不过呢 医生的手势真的很好 直接可以用温柔来形容 始终这只牙终了 那处理的过程呢 有机会会有点痛的 但又真的一点痛都没有啊 洗牙和补牙都已经完成了 那医生就会给客人看回 before and after 做之前和做之后的图片呢 是怎样的 好清楚可以看到呢 牙石都已经洗干净了 明显地清楚看到呢 那些牙了 另外一只大牙呢 也都已经补回好了 不用再看到那些黑色的东西 不用再担心呢 继续会注下去 最后姑娘呢 会讲解回洗牙之后 一些注意事项 例如不要吃一些太辣 和太刺激的东西 洗牙结束之后呢 冬日刷牙会有些些的吹血 都是正常的 嗯 嗯 嗯 如果牙牙红种得比较伤 你的话可以用瘦口水 好 姑娘很细心地解释回 洗牙之后的注意事项 那讲一次呢 就会容易些记入腦 有时呢 如果没有讲解啦 自己回到去 又未必会看 洗牙之后呢 都会有小礼物哦 有瘦口水 牙鲜和牙刷 牙腺的话 每次吃完东西之后 都会用牙腺挤一挤 小牙那些刷牙 好 里面还有一个小牙 刷在三个智慧纸里面的 哦 刷在一旁的智慧纸 因为刷在一旁的智慧纸 因为刷在一旁的智慧纸 这些洗头的话可以刷得干净 哦 知道 好的 今天多少钱 洗牙加补了一只牙 洗牙的话是200元 绑牙的话是400元 哦 就是680元 微信支付宝 微信支付宝也可以 是 除了以上两种支付方式 还可以用Alipay和签讯用卡 现在还可以拿400元的医疗券 只要去我的info box 点击连连续就可以拿到来用了 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觉得医生的手势很好 很专业 不会硬逼客人去弄牙 只是会根据掃描结果 好客观地说回牙齿状况 听了医生的建议之后 再自己决定是否需要去处理 而且它的性价比也很高 价钱也只是澳门的三分之一 那今集的分享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这条片 记得订阅、留言、赞好和分享 按下小铃铛 有新片出就不会错过 我们下条片再见